大家好 那麼我們現在要來看這支公告 三立的記者獨家去訪問到季先生 替工長的老闆有兩個小孩 在國外送去讀書 但是他說愛逢騙的 這個台灣人非常可憐 但是他的態度是不是大家有那麼多接受 這個公告這樣是不是算假 來我們先來看什麼 國民黨競選廣告找來民眾對政府訴苦 卻被警報都是假 就是這位季先生說台灣製造業哀鴻騙也 但他真正的身份是一名工廠老闆 民眾傳真爆料 季先生兒子女兒都在加拿大留學 沒有經濟實力的人怎麼可能到國外留學 而且一次送兩個出國 豈是一般社會大眾負擔得起 至於一個企業主 憑什麼代表基層弱勢 一手拍下攝影機 被爆料的寄信男子超激動 不只要搶攝影機 還揚言進一步動作 你沒有對我 我沒有推你啊 我請教你事情你不要碰我嘛 這麼生氣沒有其他原因 就因為被認出來是國民黨廣告男主角 在廣告裡說自家產業哀鴻騙也 可一雙兒女卻在加拿大留學 不要人家講什麼 經濟狀況也是我的事 說著說著工廠裡 另一名女性也跑出來 先擋鏡頭再動手推人 即興男子還用力拉搶記著麥克風 步行將近百公尺 死都不還 就連記者求證過程被粗暴對待 滿久還是老話一句 這句問題我目前還沒有看到 我請發言人來說明 藍營拍的廣告 是反應各階層 一點點反省的力量都沒有 一點點反省的能力都沒有 你為什麼不想想 這幾年施政這麼差 閉案連連 民眾罵你們難道不可以嗎 罵當然可以啦 但是要逢騙他 你說的是說大家都很壞 很壞 你有兩個孩子去送去告我 你可以跟大家說一說 還是什麼樣的原因 不能夠好好講清楚嗎 國獨兄 行李好壞不請在 但是一個HIP HOP 派這個公告片的人 聽你真是有名有名的來幫你訪問 你應該在那裡講給聽 到底政治壞到怎樣 我工廠沒辦法做下去 我怕是當時上廚教導學主委 現在學費沒辦法高 人會聽 你記得有勇氣說拍公告 結果沒有勇氣接受電視記者的訪問 我覺得這種心態很高 像這種台灣人還要這麼多 你知道嗎 他面對國民黨的來請做圓圓 他都要給他負責 他認為說這是他的保護 他自己人 所以實在他講 真的有電視記者來 叫你說真的有 他說什麼 你越負責 你越負責人越乎 他說你這是在做假的 你為什麼不敢公開出來講 跟我們上一次看 國民黨的公告裡面 一些都假的人在負責 我覺得這樣談還不夠深刻 大概有三成 就是說今天被踢爆不是第一次 那這中間就幾成億 包括這個被拍廣告的這個人 前面已經呼嚨被踢爆了對不對 那你怎麼還可以在這種狀況下 願意去拍這個廣告 你知道 所以國民黨也願意再用這樣的方式拍廣告 還有他廣告形態其實是一樣的 剛剛講Part 1 Part 2 Part 3 統統都一樣 同樣的形態 我苦啊我苦啊我苦啊 苦天喊地的苦 每個人都在喊苦 台灣苦啊這幾天喊苦苦 同樣的形態的 拍了非常多這個廣告 不斷在那邊拍 我要問的是 為什麼前面被踢爆了 你沒有一點反省 你要做你要做真一點 剛剛大家講了 還有這個業主 前面被踢爆的那個難堪 其實也都是看到了 那為什麼還願意在這裡面 這裡面那個七天 隻手遮天的那個心態 我是沒有辦法理解 台灣社會這麼樣發達 資訊這麼樣發達 竟然還可以這樣 隻手遮天 這是一個面相 還有一個 國民黨花大錢 讓人家來講 我苦啊我苦啊 你根本就見死不救 就你有那個錢 讓人家來講 你苦啊你苦啊你苦啊 大家看他撒了那麼大多錢 你苦啊你苦啊你苦啊 每個人都喊苦 那這個過程當中 這七年多來 你不但見死不救 你在這邊推了一把 然後你就說 你苦啊你苦啊你苦啊 是他讓你弄苦的 他讓你弄苦 他在裡面推一把 讓這個苦 他把它指到別人 然後你有這個錢 這個錢你不拿來做有意義的 你就讓大家講 我苦啊我苦啊我苦啊 都民黨讓我苦 就是要把掙錢搶下來啊 非常奇怪的一個事情 那我也不同意說 我也不理解說 你為什麼就相信 這樣子不斷喊苦 喊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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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百姓就會覺得說 好民黨讓我苦 我苦了七年了 好七年多好了 那我就要投給你 馬英九會投給你國民黨了 你為什麼這麼酷 這樣齁好